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号元旦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请张医师在元旦的时候 跟大家讲讲话 然后再接着请张医师讲热能 张医师请您开始 又是新的一年 在此先祝福大家 心灵平安健康万事顺心 话虽这么说 但是要真正得到健康跟平安 还真不容易 回顾这几年来 人们正遭受疫情的肆虐 前不久台湾一天有时候 人数暴增好几万人 所以要躲开这一次 疫情的肆虐还真不容易 最后 前不久我也得感染了 感染这一次疫情让我也印象深刻 一得到之后 开始我的症状是全身发烧 就要喉咙痛 痛到根本不能讲话这样 只要一张开嘴巴就是痛 痛到最后连都会有一点血吃出来 之后开始吃不下饭 然后好几天都没有胃口 然后加上又拉肚子 前一个礼拜上厕所就拉 记之而来的就是全身痠痛 也抽筋还有发烧 突然间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健康的人 我经过这一次的感染 我从原始点来判断 一下子就直接到重病去了 因为全身乏力啊 没有胃口啊 暴瘦啊 腹泻啊 发烧啊 这些一看就是重病的症状啊 那因为自己有原始点 虽然不能避免 但起码心态上我是很笃定的 知道虽然来得及 但只要处理得到 也不担心有什么后遗症 那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体会到 如果你没有学过原始点 一下子感染到 然后症状又来得那么急 一下子就演变成重病 万一再处理不当 那很可能 宝贵的生命就此 我无哀哑哑哑了 这不是很可惜吗 这也是我这几年不断的 会对身体最好 然后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 都能划行为一 那现在台湾刚好疫情 慢慢也缓和下来了 那既之而起的 那既之而起的 现在听说大陆 各社会的生命临 传播得非常快 传染得很快 太多人都感染了 不免又令我担心 不过还好 大陆因为推广原始点 我已经有去过好几年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学到原始点 那学到的人在这一波我也听闻 有些人得到了 他们也不会像一般人担心的 就去抢药 囤药这一类的动作 一般都不会 也不会急着赶去医院 因为现在疫情思念 医院都挤爆了 根本医疗人员也负荷不了 你挤去只是增加别人的麻烦 然后对自己不一定有益 所以如果平常没有懂得一些养生 保健的方法一旦得到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慌张的 那这样不但对自己无异 而且甚至从轻重症到重病过程中 又不懂得保养 我听说还有人吃还吃水果啦 一些寒凉的 那这样让病情加剧 那尤其一些寒凉 大家在抢药的过程中 其实有一些药也是寒凉 寒凉是不能吃的 那如果不懂你又吃了更消耗热了 那等于自己自断深入啊 这不就很可惜吗 所以今年我还是唠叨一下 把这一个议题再重新讲一下 第一个平常就要有正确观念 观念非常重要 我们就先来谈病毒的问题 病毒它是一时的 不会永远一直存在的 你看像汉朝的时候 张仲锦那个年代也有瘟疫啊 他们的家族也因为瘟疫 大半的人都死掉了 但是这些瘟疫 隔了一段时间还在吗 都是一段时间而已 就没有了 那也因此张仲锦才发心写医书 也写下《伤寒论》 这一部名著 当然对后世的中医影响蛮大的 那后来当然也有各种瘟疫啊 那因为每一个时代 他的看法都有不同 像也有最近台湾 因为感染多也有人去抢 清冠一号 这是中药材 不过里面药材都是偏寒粮 这些寒粮是不是能够清热解毒呢 我是打问号 因为从原始点的角度 这时候 当体力越来越虚的时候 应该是要用温补 而不是用寒粮药 这也是原始点 跟一些流行的看法 医学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不过 事实胜于雄变 只要懂得 用外内热源配合按推温敷 一般人都好得比较快 可以缩短时间 而且也不会让病情继续加重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试过 都清楚 所以观念非常重要 如果这样病毒既然它只是存在于一时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避免 预防重以治疗吗 第一个 之前讲的 要不要戴口罩 我认为当你听到在传播的时候 一定要戴口罩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然后要勤洗手 这样就能化解 如果万一 你该做的都做了 还是被感染了 就像我说的 不用跟人家一般流行的做法 去抢寒良药啊 或是挤医院啊 这是不必要的 原始点他之所以研发 那么多年 最主要就是要教育民众 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如何用生活化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 比如你感染了之后 第一个 当然要懂得要外内热源 还有按推 温敷刚刚已经讲过 不过在治疗之前还是要提醒 因为经过这几年来 其实有一些对病毒的看法也慢慢有定论了 比如说 有人主张打疫苗 但是在台湾有一次就是 人数已经控制了 也就是感染力很低 大家也都戴口罩也遵循政府 但政府鼓励民众打疫苗 也有人去 那时候经过几个月的统计下来 感染的人数800多人 但是打疫苗而死亡的 竟然超过800多人 也就是说打疫苗 因打疫苗疑事啦 政府的统计是写疑事 打疫苗的人 而死亡的 竟然超过 这些感染而死亡的人 所以我们不免对这些 对付病毒是不是要打疫苗的问题 这些观念 似乎值得提出来讨论 还有 大家在鼓励打疫苗的时候 都说 打疫苗可以预防感染 甚至重病可以变成轻症 这个观念经过这几年来 我们看到实际的案例 似乎也不是这样 比如 有一些打疫苗 就变成重病 本来是没有症状 打疫苗就变成重病 甚至就刚刚我讲的 就死亡啦 那可见疫苗 它的危害性还是蛮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疫苗本身就是很寒的东西 所以对人体 到底是利还是病 这是值得思考的 好 那 再说 打疫苗会使 重症变轻症 那也不对啊 我看很多人 根本身体没有什么病 一打变成重病 那不是把好人打成病号了吗 这些打疫苗的后遗症 即便没有死 很多变成重病的 一大堆症状的后遗症 还是实有所闻 那这样说来 疫苗有没有做到 打疫苗有没有做到 使重病变轻症 看来好像跟事实不符 然后会使死亡减少 我也不认为 因为有些打了寒凉就加重 甚至就死亡 也有 而且人数之多啊 所以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在观念上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要去 所以以为打疫苗 就能解决 很多人打疫苗 你如果说能够预防感染 他打了两三剂 最后呢 还是感染嘛 这个也是 都是报纸都有提到 所以 疫苗这个问题 对病毒能否解决 我认为是不可能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当病毒在肆虐的时候 尽量戴口罩 远离人情 自己要 懂得勤洗手 这样保护自己 好 那我们这些 有了这些观念 万一得到了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要针对症状来加强 那怎么来加强呢 我刚刚讲的内外热源 一定要温敷 譬如说 我这一次感冒那么严重 他全身发烧 腹泻 吃不下 我面对这样 第一个 我不会强求一定要吃 吃不下你勉强吃 他还是拉肚子啊 你吃多 反而变成身体的负担 也没有用 所以那几天 我几乎就是 很少吃啊 也经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左右 因为吃不大下 马上报受了五六公斤 但我会不会担心 不会 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有做几件事 第一个 我有补充喝米姜 米姜是用炒米 然后打成姜 然后里面还有加姜汤 那虽然饿 那这样喝下去也可以 肚子感觉温柔 也可以 对肚子还是有一种温饱的感觉 又不会脏 我这样内热源这样补充 然后偶尔就喝生汤跟姜汤 来加强 这是内热源的部分 因为我也知道发烧 如果你没有补充热源 它热 热能会消耗得非常快 那 甚至会威胁生命 你看我到最后 吃不下 报受 全身无力 然后本来我家楼梯有十六层 我常每天都是爬楼 来回六趟 但一病了 全身无力 要爬很难啊 刚开始只能爬两趟而已 那已经是很勉强 一边爬 一边休息 不像以前 慢慢我感觉体力有在恢复 那虽然还是吃不下 但是我很笃定 现在可以爬到三趟四趟 我就笃定了 我体力越来越好 那学过原始点也知道 重病的好转与恶化 不是在看症状 最重要的是在看体力 如果你体力好 想死都死不了 所以第一点 我先把体力锻炼到一定程度 先把命保住了 那症状在这样慢慢调理下 它慢慢就化解 首先喉咙痛到不行的 经过一个礼拜也慢慢 那个痛就化解了 那我每天一定睡觉一定有电毯 尤其头部特别加强 很热的啊 那一直温敷 几乎24小时 有时间我就温敷了 所以喉咙好得特别快 那因为有锻炼 慢慢差不多经过一两个礼拜之后 胃口也慢慢好了 那吃得下之后 体力就恢复得比较快 暴瘦的身体 就慢慢长出肉 所以如果大家懂 这些热源的应用 还有配合运动 就像重病这样讲 一般即便像我这样 情势看来来得很急 都可以化行为 而且心里根本没有什么负担 因为知道 这一场病大概多久 只要我体力好 它大概就会慢慢 离我而去 所以心里是每一天都看着 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观察出 我正在复原中 那怎么会有恐惧这些心情呢 不会的 所以学原始点 它面对这些疾病 心里是平静的 然后懂得方法 那这些方法 其实在家里应该都有 比如说电热器啊 你可以把室温调高一点 然后加强电毯的温敷 然后如果家里有姜粉 那最好涂姜粉泥 前胸后背都涂 然后涂完整个身体是热乎乎的 很温暖的 那这时候你再睡电毯更舒服 然后如果家人会原始点 再把你脊椎两侧都按开 头部原始点也按一按 有时候发烧很快就会消退 这些方法都是几乎百事不爽的 你用了你马上就知道了 身体竟然这么简单就能帮助 而这些方法呢 刚好在你日常生活几乎都可以拿得到 姜 如果你平常有在留意 一定有 家里一定有储备姜 那这些电毯 温热的器材 我相信家里也一定有 然后再来配合运动 在家里做一些简易的运动 慢慢锻炼体力 这样就可以把热能慢慢调升上来 那这样对体伤的修复就加速啊 所以人体本来就有制衣力跟修复力 这是不假外求的 所以不要一病了就急就慌 然后就跟人家抢药 万一抢的药又是含良药 那不是更伤了吗 所以新的一年 我也把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那现在我还蛮关心大陆的 大陆因为传染的快 但我相信如果更多人知道原始点 那懂得怎么保养 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化险为夷的 而这些热源如果真的不懂 我相信在大陆很多人都有学过原始点 可以请教他们或上网 最好还是上网看 不用请教 因为我们有这个平台 你只要打疫情这些 或是病毒这些 我之前都有很多的资料 你们可以重复的看 那看完就明白了 所以 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家人 万一你还没有感染 也是要看赶快学 那万一你已经感染了 那更应该要赶快用 不只要学看了就用 我相信当下就能得意 所以今天元旦 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 事事顺心平安健康 但要健康真的还是要懂得一些 养生保健的方法 那最简单的方法 没有太多理论的 就是不要读很多书 你看现在的医学都要读很多理论书啊 原始点不 他的书薄薄的一本而已 很容易看的 每个人看都可以懂 赶快看吧 我相信对大家 这些健康一定会有帮助 好 最后祝福大家 新年新气象 各位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再见 谢谢张医师的元旦感言 那我们现在先播一下 张医师刚刚在讲的 姜米姜的制作的 这一小段视频 播完之后 请张医师 继续为我们讲解热能 姜米姜 先烧一锅开水备用 再用温火把锅子微烧热 放姜片 生片 少许白米 把米慢慢炒成金黄素 最后再加少许的小黄米 因为小黄米不宜多炒 会很容易炒焦 然后倒入备好的开水 倒进锅里调中锅 不用盖锅盖 把米煮开花之后 倒进豆浆机或打枝机 打完之后 就可直接饮用 看个人的喜好 米姜可愁可惜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热能 我们就开始吧 7.热能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热能来推动 而热能主要是食物经组织器官吸收后转化而成 故组织器官运作与热能作用是相互依存 协同进行的关系 在此情形下 以热源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不会只增不减 比如姜 虽经组织器官吸收后可转化成热能 但维持组织器官运作却会消耗热能 同理 以按推改善体伤 热能不会只减不增 比如按推压痛点 虽会消耗热能 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却有助于将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可见改善热能不足 不能只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以利吸收转化 改善体伤也不能只靠按推 还要配合热源 以共运作所需 所以按推与热源 不仅需并用 还需在身体的承受范围及运作下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由此观之 原要改善果 必通过因 倘若不谈身体承受运作 却谈按推热源有治病功效 是犯了弃因谈原 而说原治果的过失 第一段就开始来谈 从生命的角度来谈 我们生命要维持下去 一定要靠组织器官 正常运作来维持 那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需要热能来推动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一开始前面都有讲 所以很明显的 生命一定要有正常的组织器官运作 还要有一个后面的推动力量 也就是热能 那这样我们生命才能维持 所以我们如果就疾病而言 之所以会有疾病 不外就是第一个 组织器官不能维持正常运作 也就是我们说的体相 第二个就是 你能量不足以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的热能不足嘛 所以这个热能不足 也就是另一个疾病之因嘛 所以最后总结出来就是 体相及热能不足就是我们疾病之因 那在这里提的 也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谈热能 也必不得不从这里来谈 那热能的重要性我们前面讲 如果你热能不够 不足以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那就生病了 那如果热能完全耗掉了 那组织器官也不能运作 那就更惨 那连生命都不饱了 那这样看来热能这么重要 我们就说 那热能到底是从哪里来 热能我们前面也有讲 主要是靠食物啊 靠食物来 那食物经组织器官吸收转化而成的 就可以提供我们应用 不管是含量性或温热性食物 这在医疗与保健都有提到 这不再重复 所以我们很明显 你看那个热能需要食物 那食物又需要组织器官来吸收 那组织器官的运作又需要热能 所以它是彼此都有关系 相互依存 协同进行的关系 所以最后的结论 故组织器官运作以热能作用 是相互依存 协同进行的关系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如果了解了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以热能改善热能不足 我们都说热能不足一定要用热能 但热能 会不会应用热源之后一直只增加而不减少呢 不可能的 因为你在吸收的过程中 同时也在消耗热能 因为热能要维持组织器官运作来吸收 前面已经讲了 这里就举姜 姜的例子 姜虽经组织器官吸收后可转化成热能 但同时你要维持组织器官运作 也会消耗热能 所以他等于一方面在帮助把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一方面又因为他组织器官要维持正常运作 又在消耗热能 所以热能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只增不减的 是不可能的 那反过来说 同理 以按推改善体伤 我们知道按推会消耗热能 但这里就讲热能也不会直减不增 不能单方面的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按推压痛点的时候 虽然会消耗热能 但同时也会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我们看下一页 同时也在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却有助于将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所以按推 不要单方面的想 哎呀这样按推一定会消耗热能 不见得 而且你按推体伤 把体伤解决了 它运作更顺畅的时候 更容易吸收热源 反而有助于热能的不足 从这个角度 所以可见最后的结论就是 可见热能不足 你不能只靠热源 以为一直补补给它就可以 如果它有体伤不能吸收你也没有 你那个再多的热源也没有效 所以可见改善热能不足 不能只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以利吸收转化 同样的改善体伤 我们知道体伤有问题 你当然要靠按推 但按推会消耗热能 所以你要把疾病解决 还要配合热源 要不然你一直按推也会消耗热能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按推完 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再配合热源 以供运作属虚 就是这样才能达到 同时解除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从这一句话 我们几乎已经看到 热能要增加热能 要改善热能不足 不只要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同样的 你要改善体伤也要配合热源 以供运作所需 所以这样来看 两者是 体伤以热能不足 我们前面讲 是互为影响 那同样你按推以热源 也要互相配合才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下面的结论就是 所以按推以热源 不仅需并用 这里就特别强调这个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说中医最大的问题就是 按推以热源 他们未必并用 比如他们一针二揪三用药 从针 针刺协会来看 有些人针刺协会也未必会揪 或未必会开药 同样开药的人 他未必会帮你针灸 所以 但在原始点这一点就特别强调 你看从理论上讲了那么多 最后的结论就是提出 所以按推以热源 一定要兵用 那这里因为用词说 不仅需兵用还需怎么样 还需要考虑患者能否承受 而且更重要的 不是按推热源有效 还要怎么样 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才可以顺利把热源吸收转化 然后也可以改善体伤 这样才能够 改善我们体伤跟热能不足 然后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就是保命疗疑疾病了 所以这一段已经很清楚了 原始点最后 从理论上也点出了 按推以热源必须并用 而不能像说 你是内科你就开中药 那你是外科你就用针灸 是不分科的 而且每个患者来 几乎外内热源都要跟针刺穴位互相配合 这样应用 那原始点就是这样 如果是轻壮症 按推为主热源为辅 两者还是要用 那如果是重病患者 以外内热源为主 然后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所以原始点在诊疗上 按推与热源 是已经完全结合了 那所以简单的讲 中医如果要解决重病患者 他必须要一针二举三用药 同时应用 而且要灵活应用 因病情的不同 而善加来使用针刺 或是以热源 灸跟药 这是需要 就是结合的 而不能分开的 但好像现在中医 也受西医的影响 很多都又分内科了 甚至有针灸科了 在我看法 这是不对的 好 那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 由此观之 你炎药改善火 也就是你各种方法 一针二举三用药 或按推与热源 要来改善疾病 你一定要透过身体 这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你不谈身体 就如同你汽车的冷气 你只强调 只要加汽油就有冷气一样 这不对的 一定要汽车里面 有这种空调的设备 你才有冷气 那加汽油只是一个盐而已 终究还要透过这些设备的运转 才能产生空调出来 那同样的 你这些方法要有效 一定要透过身体的运作 你才有办法 不谈身体的运作是没办法 所以这里也说了 你这些方法要改善火 也就改善疾病这些 你一定要透过体质 所以下面这一句话 唐洛就是如果不谈身体 承受运作 也就是身体第一个 他要能承受才有效 然后他要维持正常运作 才能吸收 如果你不谈这个 却只强调 那个按推还有热源 有致病功效 那这个很明显就犯了 气阴谈炎 而说炎治果的过失 气阴就是不谈体质 却谈你那个治疗的方法有多有效 这个都是犯了炎治果的过失了 说炎就能治病 而这些方法能治病的过失 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现在西医说医疗方法可以治病 或吃药可以治什么病 在我看法这个是不对的 即便你是属医疗也不能这样说 那你说保健不能谈治病 我同意啊 保健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所以姜也没有治病功效 热源也没有治病功效 但同样的西药也没有治病功效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病之所以人好 一定要有炎有因 也就是这个炎能改善我们疾病之一 才能彻底疗医疾病 好 这一段谈的个人 就是把这一个观念 进一步再表达出来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身体随时都在运作变化 消耗热能 生病时消耗更多 体质会变得更寒 既然更寒 为何还会出现各种热像 究其原因 此阶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在处理上 不但不可冰敷 及服寒凉性药室 还需再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后 配合热源温脂 可见体内的热能只会不足 不会过多 因此不存在所谓热性体质 既然如此 那么生病时 中医 据以判定热性体质的一切热像 如 汗热性体质 口苦 口苦 口干 洗冷饮 红肿 灼热 灼热感 发烧 潮热等 含热性体质的一切含热项 如虚寒火 忽寒忽热 上热下寒 表热里寒等 只要外制守法及外内热源到位 即可化解 故不可将果作因 误认为真有热或含热性体质 这一段虽然很短 但却非常重要 而且这一段就是我说的 跟中医含热辨证 起了很大的不一样 那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那做出来之后才把理论写上去 所以这样等于写跟做事可以完全一致 那以我们这样一路做下来的理解 我们认为是这样 身体随时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不可能停止的 从你生下来它都在变化 那在这个变化过程都会消耗热能 尤其是当你一旦生病的时候 因为身体要生病的时候 身体要修复体伤 它一定会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体质会变得更寒 那既然更寒 为何还会出现各种热向呢 后面有写 比如口干舌燥 怕热 洗人瘾 这一类的 中医都会认为 这个就是热向要开寒良药 就认为人的体质有热性体质 所以要用寒药 但我们说生病的时候 体质一定变得更好 不可能有热性体质的 那出现热向 那热向是果 体质是因 两者不能混养 热向 你口干舌燥不代表就是热性体质 所以这一点 就是一提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就其原因 因为所有这些表现不正常的热向 寒向都好 其因皆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不管寒向热向在原始点的看法 它的处理方法 一定不可冰敷 也不能浮含良性药 而且还要按推原始痛点 如果没有立即改善 还要按推幻速痛点 然后按推完还要配合热源 热源当然指的外热源 必要的时候比较像重病的时候 有可能还要用到内服的热源 类似这样 所以这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那这样说来任何体质都要这样做啊 那这样还有什么热性体质可言呢 我们看下一段 所以这里的结论就很简单 可见体内的热能不足不会过多 因此不存在所谓热性体质 我这句话是很笃定的 而且这么多年来 原始点做过的案例 实在多到不行 然后世界各地都在做 我即便现在在讲课 我相信现在全世界 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做原始点 那他们的案例 很多如果有精彩 有时候都会传到基金会来 那现在大家都这么做 再严重的疾病 很多都可以解决 那明显哪来的热性体质呢 所以这个从事实 尤其经过这么多年前球的志工 都在用原始点 那就更可以看清楚 这一个应该是一个真理 没有什么话好讲 那既然如此 那我们进一步来解释 因为中医从皇帝那一经开始 他就有含热的分辨 比如说在树问里面 他们就有提到 树者就是脉搏跳得很快的话 热这代表是热性体质 那脉搏跳得很慢的话 寒也 那热者寒之 寒者温之或热之 就是你热性体质 那你就要用冰敷 或是用寒凉药来吃 那如果是含性体质的话 跳得很慢 那就应该要用温补的 或是用温敷的 像揪的 从一开始 皇帝内经事 就有提到这样 但问题我在临床做到现在 几乎这些 在中医看来就是很明显的热性体质的 我全部用温敷还有按推 就能够解症了 那就代表 静性输不如无输啊 所以有些中医如果要有 就是创新 然后要解决这些疑难杂症 甚至危急重病的患者 这一点 这一关 变得非常重要 我也看到很多重病患者 到基金会来 然后他们有提到 就是吃了含良药 比如他便秘 便秘在中医讲 哎呀这个都热 然后他们用一些 马子人丸啊 甚至 神气汤之类的 来卸下 但一卸下之后 不得了 患者体力就变得急需了 那我们说 重病的时候 好转与恶化 不是在看症状 虽然他便秘是改善 症状改善 但体力变差了 在原始点看法 就是恶化 不是好转 我再举一个例子 早期我太太 已经进入安宁病房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乳癌患者 也进来 情况蛮危急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去串门子 基于关心 也基于想了解 为什么这些乳癌患者会这么多 然后我去看他 就是老师喉咙有卡弹 这个很明显嘛 这个就已经是属于 如果中医就是早期我就会变失重 所以我会开半下祸破之类的药 半下祸破汤 那我以这样为加减 也就是开温热 他吃了还蛮有效的 那他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再开给他 那因为当时在别人的医院 他们医院虽然是西医 但也有附属中医部 我就建议患者 你不妨要求医院配合 就是西医配合中医 开一些中药给你 然后再隔几天 我再去他的病房看 哇他突然间情况 已经恶化了 而且变得蛮严重 然后听说也一直在拉肚子 我百事不得其解 我说那他家属因为来 来我太太的病房嘛 讲说他情况蛮危急 然后叫我去看他 我一去看 我说怎么会变这样呢 他不是中医师有开药吗 他说是啊 那我说你把药单给我看 我一看 我只能爱生叹气 因为开出来的 都是像一些 银花年翘半支年 板南根之类的药 当然也有加几位中药的平温药 但很少 我一看 哇完了已经 都已经身体那么虚了 怎么还会开寒凉药 最后我才清楚 因为我看过很多中医师开的药 都会开尤其肿瘤的患者 他们都会开这一类的药 理由很简单 因为很多中医师也受新的影响 因为他认为 重病 肿瘤就应该以毒攻毒 或是以含量药性 然后经大家的 就是很多人研发说 哪一种中药对癌肿瘤有效 然后他们就不管他的体质了 就尽量开这些含量药 然后结果这样 马上让患者 就一下子体力急速下降 然后情况很危急 然后我记得这个患者 好像经过几天 吃完中药几天后就往生 所以别看中医没有危险 如果当你一旦到 已经危急重病患者 热能已经快耗尽的时候 然后你还把这些热项 也就是你认为 这个就是热性体质的 这些热项 然后开含量药 那这个就很难挽回了 而且我常常在看像口谷 我们几口谷就好 口谷很多都会用 比如小柴五汤啊 甚至有一些会用到 龙胆蟹肝啊 之类的蟹肝活的药 但很多口谷 都是头部体伤 你只要把头部按一按 那个口谷 它的味道就变回来了 很明显的 但如果你用含量药 它的体伤还会加重 口谷是不会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认为 尤其走到现在来 我更坚定 这绝对是中医的一个盲点 这一个如果中医不突破 我认为它很难再往前跨一步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 这里犯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中医犯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热项的症状 当成热性体质 症状是果 体质是因 怎么会把果当成因在治疗呢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也因为几千年来 也没有人去突破这样 所以之后的流弊就很多了 为什么会产生后来的 你看从皇帝内经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张仲锦的香含论 那香含论里面也有开 比如太阳病的太阳篇 很多桂枝汤麻黄汤 小青龙汤之类 是用温热药没有错 但里面 到了阳明篇的时候 又会开晨气汤 甚至在太阳病也有开白虎汤 含量药之类的药 那就很明显 它在六经辨证的时候 也有开温热药 也有开寒凉药 这已经也是受 皇帝内经一路下来的 脉络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承袭过去而来 那到后面 就随着时代 比如李东环有温补脾胃的学派 到了明清时代 甚至还出现了温病学派 都已开寒凉药 到后来中医又有 补神派认为一切病 都是因为阳不足才产生的 那阳不足就是要用温补的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会偏来偏进 每个人都看到某一方面 那表示从一开始的源头 就会有这些问题 那随着每个时代的认知不同 然后每个医学家的 也在看法也有不一样 所以就形成各门各派 我自己也是中医的一份子 我这些流派还有各种 你当一个中医师 什么派都要滚 所以从皇帝念经一路 被伤痕论到金规要裂 杂病心法 到温病学派 到后来又看到有否神派 一路看下来 各种说法确实互相矛盾 那这样在中医界已经存在很久 也没有人去统医 谁也不服谁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那我自己在对中医是有一点 感觉还是有感情的 但从这一个角度 从理来上 我觉得中医如果要再往前进 这一部分一定要有人出来 真的来几步啊 要不然中医到了重病 是很难做出来的 那这么多年我在推广原始点 也很奇怪 如果我讲这一句话是错的话 那中医界尽可以来挑战我 我很坦然的 你只要找一个你说的热性体质 然后我做不出来 我竟然非得用含良药来解决 解证不可的话 你只要能提得出来 不是只要一个就好 不要挤太多 你挤万个 你只要能找出一个来就好 那不就是可以把我这一 这一段的文字全部推翻了吗 所以中医界应该 也很多人都有读过原始点 但为什么还容许我 这么宽容大量容许我 在这里一直讲这样的话呢 而且跟你们所学的很多 是有出路的呢 所以我也很希望他们能够提出来 而我们实际做 然后甚至都可以现场转播都没关系 就任何的一类病人 你只要挑出来 看哪一个是热性体质 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一句话说 是马是罗 拉出来六六就知道 原始点他是做出来 他不怕这样考验 所以我记得早期 我说我每次都会提到 我2009年去大陆发展 那2009年到差不多讲学 差不多一年到2010年 差不多就讲学完 那这个过程中还有去 在北京刚好跟那些资深的中医师 讲伤寒论 那当时候在谈的时候 我就记得那一幕 当我在讲桂枝汤底下的老医师 是不服我 他看我台湾来的 而且中医就是大陆发展的嘛 你怎么有资格在台上 跟我们这些老医师讲伤寒论呢 所以当我在讲桂枝汤 他们就讲麻黄汤 反正我讲什么 他们就会在台下起后 这时候我只有一招 就是我说好 你们反正我讲什么 你们就有话讲 那这样说吧 我说伤寒论里面的所有案例 我全部做过 我这一句话 我在他们面前都是老医师 我说我都做过 当我这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台下就牙切无声 也就是大家在谈的时候 都可以侃侃而谈 每个人都对中医的理解 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但你看法是归看法 我已经就是 当我讲这一句话就是 好 我不怕你们来挑战 大家既然都是医师 谁也不服谁 那就是做做看法 我就说所有案例我都做过 那这样讲出来 我就是说这样吧 你们现在在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 我什么也没带 我那时候什么也没带 我说你们现在哪里有不舒服 我立刻解决 不要再看口头了 因为这样的争论没有什么意思 那时候台下真的就不敢讲话 然后第一个举手是一个 我印象中是七十几岁的老医师 他就说他腰酸已经几个月了 很难过 那我说好 你出来 那我们刚好有带枕几床 我就叫他趴着 然后因为他年纪大 我做得比较细心一点 就是来回慢慢做慢慢做 由浅入深 应该做了有四五分钟 一般如果年轻的 我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那因为基于年纪大 我比较谨慎 所以用的力道也比较轻 然后四五分钟坐下来之后 然后我就叫他感觉看看 然后他一直想 找看看还有哪里痛 那赚了几千 实在找不出来 所以他也服了 他就说真的 我那个腰酸已经改善了 不见了 这时候台下更不敢讲话 那这时候主持人本来要离开的 因为主持人听说 上一堂他有请另外一个医师来讲 不知道什么课 但因为他 那个刚好胃有问题 好像胃溃疡还是怎么样 然后很不舒服 他主持完他就走 这一堂他原本也是要走 然后看到 我正在 只要有病 他就可以解决 那他就留下来 他就举手 他说我现在胃 因为已经痛了几天了 那我说好吧 那你也上来 那我们都知道 好像刚刚第一位腰痛 痛多数他处体伤 所以我按推一定就可以解决 那他这个胃痛也是痛多数他处体伤 绝对难不到我 所以我也是叫他趴着 然后也帮他做了几分钟之后 他起来他跟我讲 哇怎么比吃药还快 他现在吃药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 这样按了竟然胃真的不痛 而且我讲完课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他还陪我去吃饭 等于那一堂课 他居然从头听到 所以我的经历就是 竟然我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我说当医生 本来就是要解决疾病 那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跟中医界也不一样 那到底是谁是谁非 那很简单嘛 如果是真理的话 不要不怕印证的 那我们就把患者拿来看看 那马上就有答案 但好像这几年也没有 就是原始点继续推广 很多中医师也在用 私底下也在用 但是好像继续把中医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紧紧抱着不放的也有 好像也不敢跨过这个门槛 那这样中医要进步 我认为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所以在讲这一段 我是感触蛮深 也是因为我讲这一段 好像中医师就感觉我已经离经叛道 所以跟我也慢慢 渐行渐营 有这种味道 但我也觉得反正对就是对 如果是真理 该坚持的就是要坚持 那学问这种东西就是要拿来讨论 那学问不管大家写的有多好多流畅 或里面书中写的怎么样 暂时可以放一旁 因为这些理论不就是要解决病人的病痛吗 那如果我们把病人做做看 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所以我还是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多跟这些医师 大家交流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一段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这里下面我讲的也是 包括含热性体质也是这样 含热性体质中医也说 他含热交杂 以前都有这种说法 比如说虚火 虚就是含嘛 那既然又有含又有热 然后还有病人是 突然间感觉一阵含一阵热 那到底是热性体质还是含性体质 这时候因为他们中医 他们已经把这些含相的症状 或热相的症状 单程和作为体质来辨证 所以既有含又有热 那就是含热交杂体质嘛 或有人说哎呀 他口干舌燥是上热 那下面却拉肚子 那就是下含 那怎么一个生理会有两种 不一样的体质呢 或表热离啊 类似这种说法 那这些其实 简单讲 都是体伤 跟热能不足引起的 所以只要你手法到位 外面热炎 温敷够 这些都可以化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说 当 这些医师提出很多理论 大家针锋相对的时候 那就对了 大家做做看 马上就有答案 所以大家也不用坚持 做做看 马上就知道 是真是为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 故不可将果作因 绝对不要把这些热相的症状 当成热性体质 这是有误的 那也不要认为有含热性体质 只有含性体质 没有热性体质 这是原始点 坚持的 所以有人说 这个跟火神派很相近 但火神派敢讲 没有热性体质吗 他可以讲到这种百分百吗 还有他有外置法吗 如果没有外置法 你体伤不能解决 你是无法知道 有时候你即便说用温热 热也进不去 症也解决不了 所以这个跟火神派虽然相近 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好这一部分 我就说明到这里 我们来看下一段 不论含良性中药 如银花 莲窍 黄莲 或含良性西药 如点滴 抗生素 退烧药 肋固醇 马飞 在被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必然会比温热性药室 消耗更多热能 既然如此 为何有人服用一段时间后 症状也会消失呢 这是由于 这部分人的热能 尚足以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并将含良性药室 吸收转化为热能 如此 如此既可使吸药之成分发挥 暂时抑制症状 甚至还可自行修复体伤 使疾病得以疗愈 但对体力虚弱者 含良性药室 不但不能解决疾病 甚至还会透支热能 加重体伤而危及生命 由此可见 疾病症状之所以能够得到控制 乃至痊愈 主要是靠自身修复的 但因病人及医师 多认为是这些含良性药室的功效 所以才会有人因身体有症状 或检查出有异常而长期服药 殊不知 在日日消耗热能的情况下 会使体力越来越弱 且此观点 已犯了老病不分 即弃因谈缘 而说缘治过的过世 如此颠倒 必显危大 这一段 我进一步提出了 那我说既然没有热性体质 那为什么有一些含良药 还是可以达到治病的功效呢 不免就有人这样问了 这也是成绩上一段而来的 那中药也有含良性药 那西药的几乎就不用说了 它的含良性又比中药更胜之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这里也没有医医罗列 我们这里有一些举例 那这些中西药 为什么会有效呢 在被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照理应该会比温热性药食 消化更多热能呢 那为什么服用一段时间还是会好呢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我们就说了 表示这个人体质不错 第一个一定是体质不错 也就是他的热能还够 虽然他生病 但他没有很弱 还可以维持我们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症状 虽然有症状 那含良性吃了 他因为他维持正常运作 他本身就可以修复体伤 是因为这样来 所以他也可以把含良性药食 吸收转化为热能 如此就可以怎么样 使需要吸收之后发挥 然后来达到抑制症状 他可以做到这样 那我刚刚也讲 他还可以进一步怎么样 热能够推动组织器官 维持正常运作来进行修复体伤 那这样疾病也可以得到疗医 所以我们来看很多像感冒 感冒我就试过 以前早期年纪轻的时候 我也吃西药 吃了感冒差不多也是五到七天就好 但有时候也就不理他了 就知道感冒发烧也都不吃药 他不吃的情况下 最后也是五至七天就好 那我就在想 他吃药也是五至七天 没吃药也是五至七天 那表示这个药 没跟不吃一样 有吃跟不吃一样 所以我就从中也体会到 真正能解决疾病的 原来是我们身体本身 根本也不是这些药 那但是需要它发挥成分的时候 比如当你流鼻水 发烧的时候 甚至咳嗽 你一吃这些症状暂时都可以得到缓解 因为它这些成分都可以被吸收转化 来抑制症状 但是等药效过了 它又复发了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疗愈呢 等体力完全恢复 它体伤修复好了 而这时候就自然可以得到疗愈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 我吃西药病也可以好啊 但要了解 真正好是你自己身体自我修复 而非这些药 何况这些药如果长期吃都是含良药 你体质会越变越寒 以后可能就不是五到七天就可以好 有些人感冒就可以多到甚至一个月 那样还要看体质 好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这里就提了 那万一体力虚弱呢 这些含良性药食 就不一定能解决疾病 甚至还会透支热能 加重体伤而危及生命 所以这些感冒 有些人还是会挂掉 这也没有什么好夸张可言 我说就像这次新冠病毒嘛 死的人也不少 但这些其实从疾病来看 就是一个流感而已啊 就是一个体伤跟热能不足而已啊 所以要解决不难啊 应该如果头部有体伤按一按 那如果呼吸困难 上背部按一按 然后一定要加强热源的温敦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好那我们看 这个对危及重病 如果你是用还是用含良药 不但病不能好 甚至我刚刚举的例子 就像安宁病房见到的患者 或是在基金会见到的 这些都很含了 还是开含良药 那最后的结局 就是我说的甚至就丢了命了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疾病症状之所以能够得到控制乃至前一 原始点认为就是靠自身修复的 也就是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跟修复力 很多病都是靠自身修复 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只要懂得 让他组织如何维持正常运作 然后加强热源的补充 他确实可以达到这样 好我们看下一页 但有这样的理解 的人毕竟少 因为西医常常特别强调 西医他们的医疗方法可以治病 或是讲法都是这样说的 西药可以解决症状 比如你高血压糖尿病什么 那一定要吃什么药 吃什么药 或是附水你一定要吃利尿剂 然后睡不着一定要吃镇定剂 类似这样 就是一直强调这些功效 让民众也误以为 确实这些药确实有功效 但如果你进一步再看 如果是有功效 为什么很多病都不能根治呢 而且甚至就吃一辈子呢 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 有人吃这些药好吗 也没有啊 一吃就是一辈子了 所以也因为西医 特别强调这些药的功效 还有病人也相信了医师的话 所以才会有人 只要身体有症状 或检查出有异常 那就他们就会开始尝起毒药 但这些都没有考虑到 这些药都是含粮啊 都会消耗热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每天吃 体力一定会越来越差 更重要的是 这些观点 你犯了老病部分 怎么说呢 因为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我们说异常 指的是异常指数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 或异常形态 比如说关节变形 及椎间盘突出五次 甚至肿瘤之类的 这些都既非症也非状 他们根本没有症也没有状 本身不是疾病本身 所以很明显吧 他不是治疗对象 他们是属老而非病 所以你把这些检查出来的 当成治疗的对象 治病的对象 那就是犯了老病部分了 然后如果你有症状 比如说你睡不着觉 就吃安眠药镇定剂 你痛了就吃止痛剂 甚至激素 甚至贴麻痹来控制 但这些都会让体力越来越弱 而且你太强调了 炎的重要性 反而这些方法的重要性 反而忽略了 身体才是真正能解决疾病 那不就是又犯了一个 我们前面讲的 细阴谈炎 你不谈身体体质 却强调这些药有什么功效 而说炎治果 不是又犯了这样的过失了吗 所以这里决于就是 如此颠倒 必谢你为代 这样观念不清不楚的 然后每天又这样用 那当然一定会让身体变得很危险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随着年长体衰 体内热能会越来越弱 通过医疗保健支援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虽可达到有病可保命 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但却无法使人不老 不病不死 一级再好的治疗 人都会有热能将解 大限一致的一天 此时需避免使用 侵入性治疗 及含良性药室 在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的情形下 患者才能保持 神识清明 安详此事 由此观之 要健康长寿 乃至善终 既要避开 伤身治病支援 又要善用 医疗保健支援 即日常起居 不仅要避免受寒 还要重视热源 运动 休息 及情绪的管控 必要时 还要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最后若热能耗尽 体力尽失 人生却已走到尽头 那么就让生命 自然的凋零吧 我们最后一段就特别 因为这一篇的主题也是热能 那热能的重要性 如果说疾病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热能就更重要了 因为你如果热能不足 严重不足就是重病 重病就是有生命的危险 那治病的治疗疾病最重要是要保命 不是要解决症状 是要先保命 要不然你症状改善 那人却走了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热能在我看法是 因中之一 重中之重 为什么 因为你有热能才能生 没有热能就一定死的 所以 但这个热能 也会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他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衰败 那我们的热能也就越来越弱 这是无法逆转的 所以即便你通过再好的方法 也就医疗保健之业 来改善我们体伤热能不足 虽然我们可以 有病达到保命级疗医疾病 无病可抗老征受 预防疾病 也就好像我们生老病死都可以做到 但是有一点我们没办法做到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让人家再好的方法都没有办法 使人不老 不病 不死 那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 这个我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故事 就是 当然秦始皇那个故事 求长生不老之要 但最后也是找不到 那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他说 一个人听到说山上有一个人 已经有一套长生不死之术 哇他就很羡慕 他说哇 竟然在山上有听说有自号人物 那如果他能够学到这一套方法的话 他不就是可以不死了吗 那这个真的很诱惑人 所以他听到之后 马上就收拾行囊 往山上去找这位 得到高人 想看看能不能学到他要的 长生不死之术 那最后也找到那一座山 在爬的过程中也问了当地的人 是不是在山上有自号人物 人家说有啊 确实有 那他说应该怎么找呢 他说可惜啊 你来之前不久 他刚好死掉 哇这一个人听到之后 非常难过 垂胸顿足啊 他就说 哎我晚来了一步 要不然我就学会了 长生不死之术 你看 人之所以疑似到这样 对方已经明明都死了 已经告诉你怎么会有呢 你还在垂胸顿足 还很遗憾你晚来几天 所以再好的方法 即便原始点再怎么研究 都不可能做到 让人家不老不病不死 那是不可能 人会老 但没有关系 原始点可以让你延缓衰老 人不可能不病 那病了 你要有正确的方法 你就可以不会恶化到 连命都不保 甚至很快 就可以把体伤热能不足都改善 你疾病也很快 就可以快速疗愈的 那虽然他不能做到让你不死 但却是可以延缓你的寿命 延长你的寿命 不会死得那么快 他只能做到这样 我们看下面 所以从这一句话 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了 再好的治疗 人都有热能将解 大限一致的一天 这是大家一定要有认知 所以很多患者 常常来问我 我这个病用原始点 能不能根治 他们那个根治 我就在想 他以为原始点 现在把他的病医好 以后就不再病了吗 没有一种东西 是可以做到这样 你今天感冒好 即便把你治好了 我怎么有办法保证你 几个月后又不感冒呢 或是今年不感冒 明年就不会感冒呢 我也不敢这样保证 更何况有人 已经到到命围了 也就是大难临头 然后死期将至 已经有到这样的危急的情况下 但这些病人 还是不了解他的情况 有时候也会问我 我的病是不是不会死 这个我就听到一个医师讲的 我觉得他回答的还蛮好 他这位医师如果遇到病人 问他这样的问题 他是这样回答 他说 不 你会死 我也会死 如果我能够让你不死 大家都不死的话 那不是大家都成妖怪了吗 所以不要有这种想法 不死是不可能的 但应该是说你这个病可以改善 或是你真的已经危急到 真的即便救不起 但我这样的处理 能够让你的生命再延长一点 然后死的过程中 能够减轻你的痛 让你可以得到善终 那不是人一辈子不就是要有一个善终吗 就是不要死的那么痛苦吗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即便有这么一天已经来了 那确定了 那我们应该要懂得 如何让患者保持神事清明 安详时事 那同样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保养 是蛮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下一段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 你要从生下来 一般人都会面临老病死 那如果你要健康长寿到善终 那你有几件事要做 第一个就是要避开伤身致病之炎 这什么是伤身致病之炎 影响身体之炎 这一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比如压力 劳累 熬夜 甚至一些外伤 甚至一些病毒所伤 意外 比如说烫伤 好 这些要避开 那同样也要善用医疗保健之炎 那这里就举例了 日常起机要避免受寒 要重视热炎 运动 休息 还有情绪要管控 那如果有疾病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按推来解决疾伤 那按推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出痛点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好 最后真的已经 所有方法都用尽 然后热人也不再恢复了 那看这个人体力也尽失了 这时候确定人生已走到尽头 那最后要交代的就是 如果人生真的有这么一天来临的时候 就不要再做一些无谓的治疗 比如气切插管 插鼻胃管 甚至CPR 类似这种 那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只会让痛苦 患者更加痛苦而已 有时候我也觉得 当我遇到这样的患者 明明看已经很接近到热人耗尽 体力尽失 而且应该是人生走到尽头 但我看他还问我 能不能活 要老实告诉他嘛 你必死无疑又不忍心 但不告诉他嘛 他又不知道他死期已经到尽头 他还想用各种方法 哪怕一些破坏性的治疗 哪怕能延长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他都愿意尝试这样 但他没有想到这样的痛苦 何必呢 多活几个小时几天 有什么意义呢 不就是更加的折磨吗 所以如果到这个时候 我认为人应该要有智慧 真的要放下 该走就走 而且何况人生 也不是只有这一辈子 如果你相信因果 有因就有果 那相信因果的人 我相信他知道来生的重要性 就是这一辈子 如果我做得很好 我下辈子 不至于去一些坏的地方去 甚至可以 如果有信仰还可以 如果信基督就 还可以蒙族重召 那信佛教的还可以 往生西方类似这样 那就会走得很心安 所以人生即便走到尽头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 应该往下一个阶段 然后要把这一辈子 这种残破的身体 真的看开了 然后平静安详地走 走到你未来的 可能想去的地方 那这样让生命自然的凋零 也就是不要再有什么 人为的破坏 好 这一篇我们热人 我就解说到这里 那我们时间应该也到 好 我们就结束吧 好 谢谢老师 好 再见 好 谢谢张医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张医师